总算是有情况发生了 这城市越来越诡异了 再没有点事件发生出事的就可能是我们了 赶紧一起解决 我可不想等灵异事件酝酿到最后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大灾难 阳间也需要求援 看样子情况很不妙啊 此刻 医院的门口 好几辆车连闯红灯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赶到了这里 毫无疑问都是大昌是目前仅剩的遇鬼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车路上没有了 只能骑单车过来 没有耽搁事情吧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单车的男子像是一阵风式的赶了过来 孙毅 你这样可不行 难怪杨间不想理你 换做事我都想骂你 你说你穷也就算了 捞钱都不会 这遇鬼者当的这么寒酸是不是太丢人了一些 而且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惦记着 你的房贷 邮费报不报销 张涵忍不住说道 孙毅道 你别这样说 我自己有时候都很看不起自己 你们都来了 很好 那么行动开始吧 这个时候 在医院的警戒线外 王小明一脸平静的走了过来 王教授你没事 王小明道 撤退的还算及时 暂时是没有事情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医院 已经被鬼入侵了 什么样的鬼 我暂时无法肯定 所以你们得一起解决 眼前这个见灵异事件 如果成功很有 可能改变眼下的形式 众人闻言 莫得抬头看了 看眼前的医院 昏暗 阴沉 被一股黑青色的气息笼罩 寂静无声 既没有灯光传来 也没有呼救传来 安静的有些可怕 再想到已经确定这里面有鬼时 心中都不免一尘 就这样直接进去 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 杨坚 你知道一些什么信息 赵开明冷着脸 看向了不远处 在绿化带旁边坐着的杨坚 杨坚道 我在这里的灵异事件爆发 之前就已经带着王小明离开了 没有正面碰到过 给不了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说的是实话 并没有隐瞒 之前为了谨慎起见 他并未正面和那只鬼有过接触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只鬼在自己的鬼域里 打开那条不存在的街道 并且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绝对不寻常 很有可能是超过了 第三阶段鬼因的存在 甚至这就是一切灵异事件的源头 如果没有信息的支撑 就这样硬着头皮上的话 一定会出现相当大的伤亡 赵开明道 王教授 你有什么意见 王小明道 抱歉 我给不了你们任何的信息支援 靠 这不是要拼命了吗 有人立刻就抱怨了起来 杨坚看了那个陌生的遇鬼者一眼 面对灵异事件 本来就是在拼命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可以离开这里 没有人强迫你 只是你要清楚 等我们这些人死光了之后 你单独一个人也 活不了多久 那遇鬼者当即雨色 的确 在这种时候退缩 或许能暂时活下来 但事后肯定也要死 就算是其他人成功的解决了灵异事件 只怕日后也少不了被清算 那什么时候行动 来得匆忙 有些东西并未来得及准备 张涵道 王小明道 你们需要准备什么 武器 弹药 这些对灵异事件有用吗 如果你们要关押厉鬼的容器化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他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个担架 上面放着一个勉强躺下一个人的箱子 这箱子是由纯金打造 非常结实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没有意见了 张涵道 都没有意见的话 现在就行动 杨坚 你呢 王小明又看向了杨坚 我回车上拿点东西 杨坚站起来转身道 他在车上将该准备的东西都拿起了 人皮纸和鬼竹 甚至是无法被控制的鬼绳都带上了 只想着在最危急的时候 利用鬼绳复苏之后 无差别攻击 这一点能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实际上在这些人来到之前 王小明已经向他说明了 这次的行动的重要性 关押这只鬼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看看 能否通过那个突然出现的街道入口 成功地进入那所谓的第七街道 找到这件灵异事件的源头 所以这次 王小明也会亲自参与 行动吧 王小明脸色平静 没有任何的恐惧之色 他直接越过了警戒线 再次往这个医院走去 王教授你也要一起 张涵愣了一下 王小明道 当然 关键的时候必要的行动是不能避免的 如果只是担心我的安全 那大可不必 这次事件已经在迅速恶化了 没有那个时间一步步来了 赵开明看了一眼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处着拐杖 一瘸一拐地跟着众人往医院走去 很快 七个人 连同王小明一个八个人 沿着大门进入了这栋昏暗的医院大楼之内 才只是往前走了十几米 昏暗就已经吞噬了众人 身后的路已经看不清了 有人准备了强光手电筒 可是灯光也无法穿过那灰之不去的厚厚阴霾 只能延伸到五六米外 再往前就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了 空荡荡的医院大厅此刻空无一人 周围之后他们自己的脚步声清晰的回荡起来 阿提德 医院的深处隐约有痛苦的惨叫声传来 什么声音 有人一惊 王晓明道不用紧张 是医院内撤退不及时留下来的病人 他们肚子里都有鬼鹰 这个时候应该是鬼鹰发作了而已 不过按照我的推算 现在那些鬼鹰还没有到出事的时候 我们那时是安全的 这些病人有多少 大概有二三十左右吧 靠 众人心中暗骂一声 这些可都是潜在的鬼啊 而且出事的时间也不是你一个教授说了算 谁知道这里的那只鬼会不会让这鬼鹰提前出事 如果能做到的话 这医院的危险指数将会再次攀升 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仅仅只是找一只鬼 很有难度吧 赵开明呼的道 王晓明道 所以在寻找那只鬼之前 你们先陪我到我的办公室里拿点东西 一路上路过有病人的话 顺便进行救援 不能放任不管 他们死在这里只会让形势恶化 众人听到这话感觉有点上了贼船的味道 一位只是对付一只鬼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麻烦是牵扯在里面 杨坚没有说话 他知道王晓明再次进入这里 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目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又怎么会以身犯险呢 不过其他的情况他不担心 他担心的就是那个从自己鬼域里 硬生生走出的那只鬼 那才是最大的危险 有鬼竹的话 再怎么特殊的情况也能勉强应付自保 杨坚心中暗道 和不太放心的人皮质比起来 鬼竹才是他最大的医障 很快 随着王晓明的带路 众人渐渐深入了医院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这医院的面积似乎比平时要大了许多 走到现在一个大厅都没有走完 不断的往前走 前面还有路 路被更改了 这已经不是医院的路了 呼的 王晓明脚步一停皱起了眉头 开什么玩笑 上来就给我整这个 有人一脸惊悚 王晓明道 没有开玩笑 我计算过 从刚才到现在 我一共走了176步 按照距离来算的话 我已经走出了大厅 甚至是已经走到了第一间的病人的病房前面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在大厅里 鬼的出现影响了这里的空间 我姑且这么认为